來點水吧 我自己倒 自己倒啊 我沒燒水 我就特意給你講 但你吃那個香蕉 我們那天來給叔拍展片的時候 我下一個就一杯水 我說今天啊 我說值得我要跟你介紹這個見面 謝謝 先給你吃 別別別別 我說你辛苦了 你餵我們這事 還要先餵老年 我用真美一下 別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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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餵我們這次老年人的姓榮 你這樣呢 先餵他了 背了一次了 背了一次了 是不是咋了 你是要過河拆角 是不是咋了 我剛才哪天這樣年輕人 我把你的心上緣給你領來了 然後我就沒有用了 是不是 是不是賊幽默 他特別幽默 好 你能上演 這個挺實際 挺 不是說那麼事事的那種人 又繼續深入接觸了一會兒 加娜姐對眼前這個真誠幽默的男人 好感度又增加了許多 不過好感度歸好感度 加娜姐心裡可是清楚得很 這以後要是真過起日子來 有些話還得是提前問明白的好 看看Local具體的 看看要是真是說 啥都打到我心裡那樣 我心裡都快了高興了 把我的厚物之憂 我是幸福了 我就年齡都不是問題了 你準備要是 萬一要是行 你怎麼生活去 你還是生A字 孩子 那就A字吧 哪有我A字的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那不就是 有些人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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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花我錢 有些人就啥呢 你吃我的我也難受 何況我就把工作全交給你 那不行 有些人也特別說鐵路人 特別是 鐵路講口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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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說 你自己說 雖然姜娜姐問得比較委婉 但是見多識廣的劉大哥 一聽就明白了 以後咋過日子 他心裡呀 早就打算好了 比如說咱倆要成了 我怎麼跟你說呢 跟你跟車打呢 工資吧 我一個月 你開多少錢 你就開一萬 那咱比如說啊 我也不要你的錢 我月月呢 給你一點錢 給你多少呢 這就你說 剩下的呢 完了 就是我 油原醬醋 我是東西 一切東西由我來買 我就這麼想的 我是怎麼看的呢 要想正經報的過年 女人比較稀稀 所以說 東北乃至全國 掙錢都給我交個媳婦 以前你們過那多年 你們咋過呢 我管錢 你讓他對他 老伴說你管我可不管你 啥玩都你你買 老伴說我不管錢 聽到劉大哥之前跟老伴過日子時 都是劉大哥自己管錢 姜娜姐臉上的表情略微有了些變化 對於劉大哥提出的每個月給自己一定的零花錢 剩下的全部費用都由劉大哥承擔的這個提議 江大姐表示並不認可 她覺得家裡的錢就得全部交由她管理 這才顯得劉大哥對自己的信任和真誠 那麼對於心上人提出的這個要求 劉大哥這邊會怎麼回答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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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